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滑雪爱好者的胜地 此次于北京合力承办冬奥会 将举行包括跳台滑雪 越野滑雪 冬季两项 等两个大项 六个分项 五十一个小项的比赛 决出五十一枚金牌 雪如意 张家口赛区标志性建筑 赛道侧面呈现S型 如同一柄中国传统吉祥物 如意 携卧在山谷中而得名 是我国首座符合奥运标准的 跳台滑雪场地 从雪如意俯看山下 左侧是国家冬季两项中心 右侧是国家越野滑雪中心 三大竞赛场馆 共计二百万平方米 相当于二百八十个 标准足球场大小 茫茫雪园是冰雪运动的天堂 看似平常的雪 其实大有玄机 这么大的雪 要搁平时的话 就不得一踩一个坑嘛 但现在您看 我这脚印这么浅 这样我再使劲跳跳 我有九十多斤的 但现在您看 我踩出的这个脚印 也就半个大拇指的扣度 所以我们听说 这更好 很厉害 不得一只 比较 非 想不得一只 全民主 您 此 您 感谢观看 眼前这个像泡桶一样的设备 就是能制造漫天飞雪的神器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 大雪正源源不断喷射而出 看 就是这个家伙 他在喷雪 我怎么去看他 这上面一圈都是喷嘴 再这么仔细一看吧 那喷出来的东西像水啊 不像雪啊 造雪机里到底有什么门道 明明像在喷水 怎么转眼间又变成了雪呢 咱们这台造雪机 是将咱们那个水 通过这个高压空气 把它打碎打成雾状 然后再喷出来 喷出来在环境的这个冷却下 就变成了一个颗粒状的人造雪 泡桶式造雪机 又叫雪泡 它利用高压把水分子 打碎成细密的雾状 水雾在被喷出的瞬间 遭遇外界环境低温 凝结成冰晶 远远望去 就成了纷纷洋洋的落雪 这种造雪技术 已经广泛应用于雪场建设 影视作品不仅制作当中 但是三大竞赛场馆 占地200万平方米 相当于28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要完成相应竞赛区域的雪地建设 可不是个小工程 究竟多少台造雪机 才能打造出这片冰雪天地呢 作为一个南方人 这样的雪哥平时我想都不敢想 但是今天这雪有多大呢 我来记个十 看看这雪能下多大 五 四 三 二 一 你看我这头发 我现在感觉到我头顶的这个头皮 都是冰冰凉凉的 短短五秒 头发上已经积了不少雪 像这样的炮筒式造雪机 一个小时最多能造90立方米的雪 也就是说 至少需要40台造雪机 200个小时才能完成这片冰雪世界的打造 连续不断造雪 去源源不断供水 这茫茫雪地 水从哪来呢 地上铺设的这个黄色管道 连接的就是咱们赛道上的这个取水口 咱们这个取水口是沿着造雪的这个赛道 每75米有一个 在看不见的雪地下 是遍布雪场 总长度达到20千米的供水管网 力保雪场建设用水 一台造雪机 一个小时最大出水量为36立方米 要完成三大竞赛区域的造雪任务 至少需要20万立方米水量 20万立方米 相当于50多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 这巨量的水又来自哪呢 难道是用的自来水吗 并不是 跟随工程师我们来到一片冰封的洼地 你可以看一下周围都是群山 然后这个就是在山谷中间一个相对较低的一个地势 然后建的这个雪石 就是收集所有山上以及山谷中的这个雨水 冰溶水 我刚才还担心说这么大的水会不会浪费 但像您这样说的话 其实它是可以循环再利用的 每年山上冰雪消融以及自然降雨 会顺着事先布设的沟渠流亡 建在低处的蓄水池 是造雪用水的主要水源 眼前表层被冰冻住的蓄水池几乎见底 今年收集的雨雪水已经尽数用于三大竞赛雪场的建设 夏天 装满水的蓄水池 如一方雁排镶嵌在山谷中 它到底能装多少水呢 方经理 这看着也不大呀 这个蓄水池别看不大 它有20番立方米的水盈量 20番立方米有多少水啊 这么说吧 它就相当于50多个水立方的游泳池的水 50多个水立方 那这水量还挺大的 除了20万立方米的蓄水池 在冬季两项中心东侧 还有五个总蓄水量达到5万立方米 被塞到环绕的小型蓄水池 这些循环水不仅能满足赛事时的造雪需求 还是夏季氯化景观用水的重要补给 收集雨雪水用于造雪 等到冰雪消融时 再回收储存 除了少量的自然蒸发 这些水能反复循环使用 减少雪场建设 对淡水资源的侵占 这也是北京冬奥会 始终贯彻 绿色低碳理念的体现 炮筒式造雪机体积小 重量为一吨 能被随意拉动 它的喷射距离最远能达到75米 可任意调整喷射角度 适合山地等不规则地形 以及大面积雪场的建设 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 雪如意的赛道乘35度陡坡状 喷上去的雪 为什么没有顺着坡度滑落呢 原来在混凝土焦筑的赛道表面 工程师们事先铺上了一层 绿色的人造草垫 聚病稀材质的仿真草垫 经久耐用 即便赛季长时间埋在雪下 也不容易回损 夏天 冰雪消融 草垫显露出来 这里还能成为滑草者的乐园 充分考虑了奥运场馆的赛后利用 是设计者和建设者们 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 积极探索 那么人造雪是直接喷洒在草垫上 得以保存的吗 还不是 工程师在平顺的仿真草垫上 又铺设了一层网格状的粗绳 形成凹凸不平的赛道表面 冰雪自然就能积聚在陡坡上了 这两条陡坡 是运动员腾空后着陆的 缓冲区域 一旦赛道的雪面不够紧实顺滑 可能会影响运动员的着陆动作 甚至造成伤亡 到底怎么才能形成 紧实顺滑的赛道呢 工程师们 还有帮手 眼前正在作业的大家伙是压雪肌 前方是开口型颤抖 中间是履带 刚刚造出来的雪 虽然密度大于自然降雪 但依然松散 达不到直接在上面比赛的要求 压雪肌是完成人造雪 滑里变身的重器 经过重约六吨的压雪肌 反复碾压 雪地逐渐变得紧实 比时二十天筹备 雪如意的冰雪坡道成形 冰雪运动 除了打造赛道是难点 赛时 工运动员等人使用的建筑 如何保暖 抵御严寒 也是工程师面临的挑战之一 这是为什么呢 创新践行时稍后继续 温度对运动员来说至关重要 赛前 运动员一般需要热身 保持肌肉身体的灵活 这也是保证竞技水平的关键 一旦时温 身体失去控制 不仅无法完成既定的竞赛动作 取得成绩 甚至可能出现伤亡 冰天雪地里的气温 究竟有多低呢 这天可太冷了 冻得我直行鼻涕 为大家看看这室外的温度 我带了个温度计 零下十度 而且这还是在白天 现在还是下午三点呢 这要到了晚上得有多冷啊这 严冬 张家口崇礼地区最低温度 低至零下三十多摄氏度 泼水成冰 因此运动员休息备赛区域的 保暖预寒就显得尤为重要 雪地上一排二层楼房 是临时搭建的休息室 赛时将提供给各国运动员备赛 这些房子由一个个集装箱拼搭而成 方便拆卸 但是为什么会用临时建筑 作为运动员的备赛室呢 因为在这个奥运会后期 这些功能其实在不比赛的时候 实在是不需要的 不同比赛的参赛人数并不恒定 配套用房的数量需求也会随之变化 因此永久性建筑 固定的房间数量规格 很难满足所有赛事的需求 从历史上看 奥运会后 闲置荒废的场馆建筑 比比皆是 这无疑是一种浪费 可持续发展 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核心理念之一 除了最大限度利用 2008年夏季奥运会 遗留下来的既有场馆和设施 在张家口赛区 部分抗台及比赛配套设施 多采用临时建筑 赛后可进行拆除及回收利用 是北京冬奥会 在绿色节能 可持续发展上的 有意尝试 但是在气温低至零下 30多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 这些拼搭而成的集装厢房 能保暖吗 我们决定跟随工程师 进去一探究竟 这里面还挺宽敞的呀 对 因为运动员 他都是考学版要进来的 所以说我们的锅单要做的 相对来说宽一点 留足了空间 对 咱们可以进一间看看 好呀 您说进来这一会儿 我的手开始有直觉了 还挺暖和的 看似单薄的集装箱板房 究竟是如何保暖的呢 因为我们所有的板材 都是经过保温处理的 就是这块板子吗 看起来薄薄的一层啊 对 但它后面有 都填充着这些保温材料 好 都填充在里边 对 就相当于给它穿了一件棉袄 把它裹起来了 对 对 对 是这样 原来在集装箱板材的中间 填充了10厘米厚的保温材料 一般我们的工程用的是 80到100容重的保温材料 这个工程是针对冲理当地的 极端条件下的温度 可能能达到零下30多度 所以这回我们用的是大容重的 达到了120 能达到更好的折热效 这些被填充在板材中的 保温材料 学名叫盐棉板 看上去像棉絮一般 虽然能保暖 但它们会不会很容易被点燃 发生火灾的隐患呢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一旦这些工运动员 备赛的临时建筑发生火灾 后果不堪设想 咱要不试试 用火点燃它行吗 可以 这个是点不着的 咱试试呗 嗯 好 咱可以烧边 对 它都被烫红了 但是它不会有灭火 它变红了 但是它并没有燃起来 对 工程师直接用打火机 灼烧盐棉板的表面 虽然能看见火光 但盐棉板并没有燃烧起来 只是在火灭后 留下了黑色的印记 冰雪赛场上 还有哪些科技手段 在助力节能降耗 实现绿色冬奥的愿景呢 创新进行时 下集继续揭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